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 这一期由Many Cost Marketing 为你冠名赞助的风人馆 今天这一期已经是来到了第63期 那么关于这一期的文字报导 可以留守精彩大马 精彩news.com 去那边读文字的这个报导 那么风人馆是一档有料有用有趣的访谈 你好我是馆长蓝志峰 通常在开馆之前 开访之前都会提醒嘉宾说 不要车大炮 不要耍嘴炮 不讲客套给我重点 但是这一些的开场班 都是针对政治人物 因为政治人物经常都会耍嘴炮的 也会车大炮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的嘉宾非常不同 他不能够讲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其实也是政治人物来的 不过我相信他是不会车大炮的 他是其中一个马来西亚 即将要成立的新的一个政党 而这个政党的名字叫做科学党 Bati Aspiracy Science Malaysia 他是创办人兼主席 不过今天我们不谈他的这个党 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 蔡宏 锐 Kennett Kennett 欢迎你 冬至快乐 Kennett 你本身也是沙拉越人 所以请你上来呢 是要通过你的这个视角来了解 第十二届沙拉越州选举 就是在上个星期六投票结束了 好 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道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沙州选举正式开跑之前呢 外界普遍的感觉就是认为 这个肯定是GPX Win All Take All 然后重新再度执政的 而 拜六的成绩出来也确实是如此 那么阿邦周 他的这个成绩竟然比阿德纳沙丁还要 他赢下76席 阿德纳的时候才赢下72席 一面倒的成绩 是不是你预料之内 还是你预料之外的呢 预料之外吧 哦 怎么说呢 Ken 因为上周被采访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选举的时候 很多人也问过 我那时候应该是回答 GPS会赢72席 其余的12席呢 是行动党和团结党 这两个党罢了 所以想不到行动党 把握住我选那一区 Kota Sentosa Bukit Asek Danjong Batu Blawan Bujud 那团结党也输了欧巴 斯里阿曼 Kriyan 这两区呢 也差一点也赢了 所以这一 这些我刚才说的 也是一直以来都是 全部都是行动党的堡垒 所以其实在我意料里面 是差不多GPS会赢72席 这次76席是在我意料之外 我还要改你一下 不是三分之二这次 是十三分之十二 哇十三分之十二 哇老 对对对 百分之三 表面上是看起来是 Avangio的2016 Avangio比Adenan 也比较多 可是表面上罢了 所以2016年的话 你别忘了这次的投票率 比上一期少得很多 2016年的投票率 大概是69% 所以大个月有78万人吧 所以这次投票 出来投票的 大概只有60% 是少了10% 所以上个月大概有 130多万登记选民吧 所以差别是差不多10% 所以从得票率角度来看的话 Avangio其实少了Adenan 2万票 差不多1% 62跟61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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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 popular vote 的话 Avangio其实 或少了1% 2万票 嗯但是它议息又多了 世息 从72POP到76 那么讲一讲你的这个 你投选的这个选区 国大审斗算你 你会觉得意外吗 因為江峰年是以前张建仁的这个助理 那么张建仁就去了把东安 然后就把他的议席 当然他的这个华人议席 华人的数目可能比较少一点 没有把东安这么多 苟大神多山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整70多%左右吧 但他还是属于一个 华人居多的议席 那么人联党他到底是 因为什么样的这个原因 根据你的这个观察 还是你朋友告诉你 为什么他们这个江峰年会输掉 Michael Kong 那时候前一个礼拜在我家那边 就一直在问人 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是谁 张建仁他认识 张建仁在高大县多县应该有 没有三届有两届的吧 So Michael Kong 其实是一个新的脸 就之前我们没有看过他 然后也要想到现在的疫情啊 还有SDMC啊 还有SUPP的表现 其实credit回credit is due 这两年里面SUPP真的有在工作了 平时都会看到他们 一年里面2021年里面 SUPP的人来我家跟我父母聊天 已经两三次了 So you 问你需要什么吗 那天好像就打个比如啊 我家外面有个树 就是每次要转弯看不到 然后跟他说了一次 各一天早上他就来了 So 这些小小的东西呢 都有影响的 然后DAP呢 那二十二个月里面的 的时间也是有很多 本地人不喜欢的地方了 So 然后还有PSB呢 那么你觉得说这一次GPS 它到底胜在哪里呢 是不是因为说他胜在低投票率 刚才你也大概有提到了 那么除了这一个点之外 除了这个point之外 你觉得说GPS 它的这个 它的 winning的formular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赢到这么多的这个一席 哇 这个很 这个我也是想 想要从他们那边学习 其实我把它分成五个 可是context啊 你看了2018年呢 他们见过鬼 2021年怕黑了 所以GPS 这次涵盖了所有的基础 你知道吗 我跟我的朋友也是有把它分了五个基础 所以从沙门角度来看呢 需要赢的话呢 很简单 如果把那个投票率 保持在50%以下的话 其实GPS需要赢 只需要赢19%的票 就可以取得40一席 19就够了 然后这次呢 这个是50多年来的 那个划分选区 Jerrymandering 比如说Sanadin 3万4千多个 登记的选民 8年只有不到8千个人 所以在沙闹月 三分之二 如果你要想赢三分之二的议席 只需要30%的票罢了 现在60%的票 已经可以获得93%的周期了 你觉得民主吗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什么recipe对不对 五个 第一个 他们把选举日期定在12月 以雨季 所以以前你看2016年 2011年 2006年 全部周旋都是在4月和5月那边的 那时候没有下雨 最干的时候 撒到月面积真的是很大 差不多等于整个西马半岛 所以这里基本上交通设施是很差的 雨季的时候如果下雨的话 特别不方便去投票 所以加上现在有疫情啊 限制啊 圣诞啊 机票特别贵 所以很多人在西马都回不了 我整家都没有回来 回不了 太贵了 我上一周回来 机票一层上千了 还有呢过去两年呢在州内的话 我们的选民呢大部分觉得 SDMC我们的灾害管理委员会做得很好 把州界都管得很好 如果外人要进来的话呢 还要14天两周 可是呢 反效果在沙漏月外面的那些沙漏月人呢 他觉得SDMC很多限制 很多啊 啊啊啊 两年都回不来 看看家人 所以这些都 所以这次他们回不来选票 回不来投反对党一票 所以第二 年轻票还有自动选民登记之前选票 所以这个已经是五 不少哦 五六十万个人 不能选票这次 年轻人18岁以上的 然后这些都是统计来说 是偏向反对党的选民 这次也回不来 第三 有市集的地方 覆盖的地方 选区不让Drama 这些都是呃 城市的选区 嗯 所以你是 我们这在讲两三万的选区 那些 呃 五千啊 六千的选区啊 全部都可以 可以有Drama 可以呃 Batee 可以BBQ 可是在古镜呢 只能敲门 给口罩 第四 前 12月的时候 是公 呃 州公务员刚发了 两个月的奖金 很多 如果你一个月六千的话 做一个老师 有七八千的话 你突然间拿了 一万五千块 嗯 嗯 然后呃 呃 刚刚赢了过后 呃 他们的Promises 他们也打了 所以昨天 在呃 Federal的 Government Servant 在Salaya 已经收到500块了 全部已经Banked in了 然后呢 军队呢 警察呢 还有额外假期 哦 所以第五最后一个就是呃 那个票分裂了 嗯 所以呃 最近也批了很多党 呃 分裂了很多反对党的票 我现在问一问你了 你叫雪兰儿对不对 嗯 你敢不敢在雪兰儿 创一个雪国独立党吗 宣言 呃 雪兰儿共和国吗 不能呃 被警察抓了 嗯 可是在Salaya 最近就不止一个 还是两个党 肯雅兰党跟明治党 公开的呼吁 Salaya独立 分 呃 这个这个其实是很strategic的 嗯 就是分裂十年里面 Salaya for Sarawakian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情绪 你也听过了吧 对 已经十年 Salaya 每次一直讲 Salaya for Sarawakian 嗯 这个是不让任何一个反对党 尤其是行动党 或者团结党 独占这个 这个 这个 sentiment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选区 如果是 呃 呃 GPS 获不了多一半的票 我可以跟你说 Book It Asset 嗯 GPS只是34% 34% DAP 28 肯雅兰 呃 20 团结党14 嗯 这个三个反对党 不是任何两个加起来 都可以赢的 嗯 嗯 你要看一下这个五个其实是把投票率降到最低 如果投票率越低的话 呃他们要赢的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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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是很少的 所以要要做政府19%已经够了 我对你刚才的这个五个点都是呃非常全权到肉的那一种也说明了 沙蒙GPS他胜利的五个formula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么那么你觉得 讲真的都是发黑了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随着现在呃GPS大胜获得93%的这个意习 然后他肯定的呃阿邦族的这个这个bargain power 呃呃就会是非常大 那么他跟中央谈判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 呃很多的这个这个优势在他那边啊 那么你觉得说GPS 接下来在全国政治就是national politics中 他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是不是更加的这个有力 就是联邦就是布拉加亚的政府呢 可能都要听一听呃GPS的这个意思 就不能够budos他们他们的这些想法 或者是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你怎么看呢GPS赢了这次周选之后 他们跟联邦的关系会如何 其实这是周选吧 如果能够replicate到呃 Federal的大选的话肯定是最好 阿邦族不是很多次都跟呃记者说了吗 嗯他说Sara月是一个美女嘛 嗯你需要什么以后要需要我 我有18席吗现在MP 如果能够赢的话全部33席的话 他可能还可以把啊 叫中央政府踢出回教党的 嗯 所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 因为回教党是一个啊 还是一个在Sara月里面呢 是一个啊负责 嗯 就很多反对党会说 哎你投一票给阿邦族 就是投一票给回教党 回教党在Sara月是一个很 很sensitive的一个party 但是如果能的话呢 对如果能的话他们的席呢 他们要多过那个啊 Path 然后他们如果他们如果是能够赢33席的话是最好了 到时候直接跟PM说啊你如果要我的话不可以有回教党了 然后对我来说啊本身像你刚才刚刚问的就是呃 我觉得很矛盾 因为周选两天前你可以看他们匆匆忙忙的在国会通过了那个MA63 对听过 你这边有谈过对不对 嗯 就把Sara月的名誉上罢了啊 改改变这个这个以前西蒙也啊 要做的可是他们要在他们自己当政府的时候做了 所以可以跟那些啊啊啊啊选民说是我给你们一个新的一个把名字改了 矛盾在哪里呢 就我觉得同样的党 就当然现在以前是国阵 现在已经酒瓶换了标签嘛 嗯 同样的党PPP党1976年 也是一致他们MP把沙巴沙疗业降级 嗯嗯 神也是他鬼也是他 所以现在他们嗯 他们应该会在要大选 在大选的时候copy一样的啊胜率 赢33C 国会才是他们真正的筹码 就西方不是有一句话吗 follow the money 哪里的啊肉肥后他们就去哪里 GPS会保住他们的最重要的portfolio 就是公务部法律部 还有很大可能性 他们会demand一个副财政部长 哦 在在在周内基本上他们已经有了5年就赢了大选93% 他们有5年的空白支票了 嗯嗯 所以你会看很多的大型项目啊 就比如说啊那个氢气经济啊 新能源开发 嗯嗯 5G设施啦 那个5MDB 沙拉会他们 是没有进来的 这个这这这啊 这块猪肉是留给 GPS的 嗯嗯 等等 唯一我本人的希望就是把波罗州大到 这三年里面完成 这是我从小到大 每一阶大选都会呃 都会呃 看见的呃 那个点击仪式 玩 就没有做好了 你觉得说有可能吗 三年或者是一一个term啦 一个五年之内能够完成 Penbonio还有 已经要完成了 已经要完成了 就很多大部分已经好了 就我们等了有30年了吧 30多年了 嗯 嗯嗯 就我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 他们会呃 就给他们赢这么高了 嗯 就快快做完他 下一阶不要再呃 breakground呢 就呃 就呃 就一直在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因为刚才你提到一个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点哦 就是PASS 那么PASS这一次呢 他有竞选他只竞选一个走一席 就是呃 Bertin Marrow 然后他有保得住他的安规金哦 因为之前呃 另外一名的这个呃 学者James James 他就有 呃 Sarae呢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也他也不喜欢啊 啊 他觉得说嗯 PASS保得住他的安规金 他就有点有点不开心 应该讲说连他的安规金都失掉 那么其实PASS 在这个Bertin Marrow 这个选区是不是很特别的呢 为什么PASS他待待他MUST MUST do MUST 去去去去去 一定要一定要去竞选 就算是输的话 他也在那边那边 你差起要establish他的present 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 呃Bertin Marrow是呃 如果你看2016年的话 Bertin Marrow是呃 呃是one of the few 是最他们赢得最多票的第一 第二呢PASS他一定要竞选至少一个 所以下一节他可以他呃 全部的呃工资源啦 资源呢都放在那边 这一次PASS也是一样 在Bertin Marrow 他们Campaign的很厉害 然后最重要的呢 他们在那边呢 把公正党的Sarawak的Chief 嗯 呃Lose Deposit 哦是 Sarawak的PKR Chief 在那边Bertin Marrow 在那边Lose Deposit 哦 公正党的Chief Lose 输掉按规金 反而 哦 反而PASS的这个候选人 没有失去按规金 哇这样 这个indicator是一个很大的 哦 哦我对公正党来说 目标达到 哦目标达到 哦目标达到 哦 OK OK 哇 不过等下公正党呢 我们10点才来谈哦 那么我们看回去这次的 反对党阵营啊 反对党阵营啊 反对党阵营 我们就分两块来谈 一个呢就是Bertin Harapan 就是行动党公正党 还有Amana 另外一个呢 反对党就是local的反对党 就是团结党或者是PSP 那么现在 呃行动党只拿下两席 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回归到你刚才提到的 这五个原因 那么这五个原因当中 你觉得说什么原因是让行动党 呃输到这么惨的 他最一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看2018年后 不是萨劳越第一次啊 嗯拥有自己的本地政党 我们已经要很久了 每次都是国政国政 行动党行动党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我们有啊 本地的一个政党 然后在很多萨劳越人呢 呃来说呢 国政啊 行动党啊 西蒙啊都是来自西马的啊 政党 嗯 有本土的领导人也是一样 他们也是把他当成啊 联邦的一个木偶 嗯 所以如果 你如果你在萨劳越 你会听到 SOPP也说啊 其实张建仁呢 其实只是一个 马来亚的puppet 嗯 然后他2018年赢了过后也是 啊 做的差不多一样 就是 这自从2016年很多人 尤其是我父母那一代 已经对行动党啊 公正党啊有很大的反感了 嗯 可是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嗯 没有其他选择 加上那时候 那几那个臭名声嘛 嗯 就萨劳越在2018年 不是真的投了啊 啊 反对党的最后啊 最后一次投 把全部票投给反对党 嗯 就他 然后呢赢了 感受了22个月的行动党的治理 然后在他们 我是说大部分人不是 不是不是我 就大部分人在 嗯 那时候 那个影响还有知识里面 行动党 啊 不是取消这个项目啦 那个桥啦 那个路啦 就是在说 沙劳越啊 你这样要破产啊 然后或者修理一个破旧的学校 那时候也要跟 我们的州政府讨价还价 你要我修理这些学校 你先还我钱先 嗯 这些东西 在他们的印象中是很深刻的 所以沙劳越很多人都一直以来 都有一个 州议会投投政 啊 投国政 国议会我们投反对党 这个说法的 沙劳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然后 刚刚好这次 来了 我们自己沙劳越一个反对党 可以试一下 嗯 然后很多城市的一起啊 一个刚刚创办的团结党 货票比行动党还要多 嗯 公正党跟Amanda 我就别提了 嗯 如果你看到票 有时看了我自己 不知道 就很多已经 公正党一半都是得不到10%的票 所以我不敢说西盟应该检讨在哪里 然后 可是我敢说的就是 其实在沙劳越呢 西盟根本都不存在的 只是有行动党罢了 嗯 其实公正党啊 Amanda其实在这边是不存在的 赢不了的 就有 因为有DAP DAP是最久的 然后 所以那就是他们 上一次 2018年 还有这一次 2021年呢 都选用自己的老字号火箭 嗯 2018年后公正党的 也是因为 突然间 把 因为 为了孙 孙维旋把他的 中文名 Larry 失去了 两个大将 Barubian 然后开除了 十字豪 嗯 很多人也不在 在沙劳越忘了 十字豪是被开除了 然后过后 自己 2020年 他自己Larry 也离开了 当时公正党 在沙劳越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 Barubu 十字豪呢 他们走不是他们一个人走 他们跟着他的人 也走了很多 支持他的人 帮他的人 相信他的人 也走了很多 然后自然的 会选他的人 也是跟着他走了 提名那天 你就可以看到 领袖人 从基隆波 坐私人飞机飞过来 提了自己 当地人 根本不认识的候选人 然后自己的党员 也出来自己当 不服 然后当独立人 出来选 当候选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是时候 这一辈的 前一辈的领导 把杰力棒交给 新一代的年轻人 不过我这里 我发现到一个 一个迹象 就是你那边 不晓得有没有 有没有人开始在讨论 就是说 行动党社情团 就是他们Depsy的 这个沙拉瓦的 这个Chief就说 其实 应该要成立 沙拉越行动党 要跟 马来亚 划清界限 就不要用这个 其实这个呢 是 党内 行动党内部的一些声音 还是他们 已经慢慢的成为 mainstream的声音了 他们上一届 已经开始要说 把更多的候选人 就 他们的领导人 全部都要是local based 问题就是呢 这边的人信不信 然后 有很多 例子来说 就是很多 那时候 2018年的 2020年的时候 有很多 林冠英做的 有些事情 还有 张建仁做的事情 他们很深刻 他们觉得 哦 其实投你也没有用的 然后还有 最近 Walkingway也走了 所有 就这些全部都是 最近 对 选民对 DAP的 反感 就我 我自己的父母 选了DAP有 几十年了 也是说 这一次 投给BSB好一点 他们在叫我投给BSB 就说 至少可以试一下 如果真的是 你看现在我们看了BSB 赢了那么多票 可能下一届 他们就觉得 更有信心 把更多人会投给BSB 嗯 就 这种东西不是说 我说是对还是错 就是说 我们人呢 就觉得 尤其是烧热人呢 就说 你投一个自己人 好过投一个 Malaya的一个party 这个是local sentiment 然后BSB也是用得很好 所以第一次出来选 这个表现真的很不错 不过我倒觉得说 BSB的成绩就有点不理想 因为他之前有六席吗 但是现在 反而 输掉 输掉两个输掉 你要知道他六席 那时候 他赢的时候 是 用着谁的名来赢 他那时候是国阵的 对 现在他们自己出来 然后又跟BN 抢回那些BN的stronghold 他不像DAP 他们在Defend 他自己的stronghold 他不像公正党 也是在一些比较 他们赢的机会很低的地方去选 BSB也是差不多一样 他们是从他们的以前的老板 把位置抢回来 你觉得说BSB的成绩算是不错啦 竞选70个 然后剩4个 对啦 我个人是不会这样来看 就选几个赢几个 你要看他们是在哪里选 还有是不是Defend他自己的 还是用新的党 你看DAP这一次 他的票降了20%的percentage point 然后GPS自己的票也降了1% 这些都是BSB的 拿过去的票 对 Defend降了20% percentage point GPS1 其实你看那个swing的话 是全部swing是BSB swing出来的 所以对我来讲不错了 刚刚出来第一届 20个percentage point 还是拿Defend的票 了不起了 但是黄顺格 因为我之前在今年3月的时候 有访问黄顺格 然后民众对他的一些 我也有看 民众对他的看法就是 为什么你讲的东西之前你在 你在巴里山的时候 你没有这样讲 然后你之后 你离开了之后 然后你成立新党 你才提出来这些东西 那么其实 民众对黄顺格本身的这个形象 会不会说有一些保留 有一些reserve呢 还是他们认为说 其实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马来西亚人很short memory 的 善忘了 其实你看巴鲁比安赢 你要讲巴鲁比安的时候 以前巴鲁比安的 在campaign的时候 是campaign什么东西 NCR Against Timber Tycoon 对不对 现在他跟PSB 然后你应该也知道 PSB的founder以前是谁 也是Timber Tycoon 嗯 所以我觉得 大选的时候 周选的时候 最后来讲的是 我投了你 我明天得到什么 嗯 十年前的东西 就不过来讲了 我们以前也campaign against 比如说敦马 2018年还不是 跟他一起哦 对 所以这些东西 也不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嗯 嗯 那么呃 这一次为什么 呃 这个 这个aspiracy 跟这个patibumi 肯亚朗 我在想 比如说这个PPK 肯亚朗 他能够竞选73个议席 他后面一定是 有很大的这个funder 因为这些几乎 都输掉这个deposit 是不是说 这一次 沙州的这个人民 对于啊 沙都也好 托马也好啊 他们都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课题 所以他们才会输到这么惨 不过呢 我又有一点不明白的 就在其他一些地方 比如说法拉湾 在这个啊 北撒一些地方 他们的一些候选人 又能够拿到几千票哦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这个喜马人就真的不理解 其实这个啊 独立啊这个啊 如果你看票来说的话 PPK跟啊 跟aspiracy 嗯 他们两个加起来 大部分百分之五是PPK的 0.7 0.8 是aspiracy 所以我们就拿PPK来看 嗯 然后他大部分的赢的地方啊 就是 也是那个人 嗯 你应该指的是 瘟尼山啊 对瘟尼山 对 他们之前已经是一个 呃 有influence的人了 他以前也是一个politician来的 对 所以 像刚才我们说的嘛 沙尔尼山很多都是投人 呃 不投党的 嗯 其实 嗯 他们能这么快里面 呃 呃 register一个party呢 我个人也是在register一个party 我知道有多 多难 如果你真的是 如果是政府不想你 呃 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所以他呃 现在你看啊 如果他们两个 这两个party不存在的话 嗯 这个S4S这个5%的票呢 是给谁呢 对不对 可能是BSB BSB会呃 呃呃 会monopolize 或者DAP可能 DAP不太敢 因为DAP也是 呃在马来西亚 他们也是在 他们的motor是 马来西亚 嗯 所以最重要的话呢 如果没有这两个party的话呢 我觉得BSB会赢得更多 嗯 所以有了这个两个party呢 你可以把他们的这个票分出来 所以现在就 我们一说 呃 现在说Sara referendum 或者Sara independence的话 你就会想取PBK 或者Aspiracy 你不会想到BSB的 嗯 嗯 所以是对GPS有利的 嗯 然后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钱呢 那个 我现在在沙拉瓦 我到KL我跟你讲了 哈哈哈哈 OK明白了解了解 你到KL的时候找你喝茶 那么这一次 呃简单来说 沙拉月人民是不是最关注的 还是稳定以及经济发展 其他的东西 不要跟我说 不要跟我说 我最关心的 还是稳定跟这个发展 是不是这样的这个 啊 主轴呢 主题呢 这个东西的话 我我从我角度去看 不是你可以分出来看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 我们在沙拉月的话 就是贫困 贫困 然后我们 对对我们这边 你你不要说呃呃呃城市区了 我们只是说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贫困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 你要一一啊 选局一玩呢 你在推特在Facebook可以看 我们很轻松的 在我们的电脑面前就说 哎那选GPS呢 就是傻啊 灯啊 目光短浅啊这些 可是我们有没有 从他们的角度去想 就我打个比喻啊 我本身是老师 ok 我呃我呃我呃 我在班上 我班上了大部分呃呃 呃呃 我就问他们周五要大考了 我就让他们六岁的那些学生去选票 我说 好 我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周一到周三 我们自由活动 然后周四复习 周五才考试 还是我们周一到周四都复习 作业 周五考试过后自由活动 你觉得我的学生呢 会民主的选的哪一个呢 肯定是先玩吧 对 我不是想说我们的选民很幼稚 这个不是我是想说 我是想说我们人呢 在某一个情况之下 会有不同的需要和有优先 大部分的骚扰月的选民 在乎的是维持状态 现在的状态 我做我应该做的 然后五年过后 在这个五年里面 我可以安安定定 像我以前这样养我的一家大小 然后在他们心目中 别说什么五年计划 反弹计划 什么新能源 五个月后的孩子 谁来帮我养 我的屋顶漏水了 拿一个YB来帮我付钱 我没有钱的 屋顶漏水一次一万块 是YB来帮我还钱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GPS 能够胜选 DN能够胜选 因为在他们的 在选民的心目中 他们就是政府 因为五十年他们才是政府 只有他们有资源去帮我 如果我选了DAP 下一次我的屋顶漏水了 我去找政府 政府来说 你投DAP了 我帮你干嘛 所以你要看他们 从他们角度去想 所以最重要就是 还是贫困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什么杀毒什么东西 他们都relate不到的 你问他们现在BM4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纳吉4 所以他们的1MDB 他们全部都不知道的 那么你看 我们看一个月里面 两场周旋 一个就是11月20号的马六甲州选举 然后12月18号的沙拉越州选举 两场选举都看到说西盟的这个败迹 尤其是行动党 当然还有这个公正党 那么如果这个趋势一直发展下去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西盟在全国大选的这个表现呢 如果以马拉克跟斯兰沃来做对比的话 其实公平来说一点 公平一点来说 公正党的议席都是自政党的议席来的 你要看一下他们需要去抢的 然后行动党 大部分都在保卫着自己在资的议席 公正党 其实对他们激励上很多问题 他们的激励上的问题 也存在于他们在公正党的 对我来说是一个优点 他们是唯一一个多种族多想法民主的一个党 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 progressiv的一个党 然后我个人觉得不应该把马六甲跟沙老月放在一起去看吧 安华 comparatively compared to 沙老月 安华在 西马还是有他自己的那个光环的那个势力的 就其实我也不知道 知道公正党有一个新的方法或者承诺 可以保证他们的议员赢了 不再跳槽的话 下一决戴选我觉得尤其是在沙老月真的是很难 他几乎他在沙老月都被连根拔起了 Barrubian的时候走 然后Larry Song也走 那么现在他的这个公正党的这个沙老月的这个干部呢 很多根据当地的一些说法呢 就是其实很多呢都是在99年 9899年就是第一批进入沙老月的这一些人士 或者是他们第二代 比如说竞选Barrubian的这个最年轻的候选人 啊他是Dominic的女儿 24岁 那么其他的一些领袖都是当初加入公正党的 那么后来因为人士的这个派系一派就被sideline 然后另外一派又崛起 崛起之后他们又走 然后这个原本被打压的派系又重新再回来 那么公正党一直轮回在这一个人士的斗争当中 他要如何绝地重生 如何重新再爬起来呢 我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一些的公正党有在planning 他接下来的这个大选可能要像你所说的就是 老人全部退下来可能就是安华真的要退下来 然后换其他终身带的上去 或者是有他的这个女儿 不过如果有女儿上任的话 人家就会讲这个是Nepotism 所以公正党他确实是很尴尬 一方面他竞选最多的这个议席 但是很多议席呢都不是能够胜的 他只是不要让国政不要让这个执政党 不战而胜所以就派人去 所以他竞选的很多都是没有胜算的 反而行动党竞选的这些城市地区 华人地区胜算就高很多 那么你觉得公正党是不是 他注定他的命运就是这样 因为他选择了这一条路 他也没有办法去complain 他只能够认认真真的去走 你怎么看呢 上一届的大选获得胜利 我大胆的说一句是因为敦马 跟他的土团党 自从土团党离开了西蒙过后 不是就有真空 真空就是Bersatu 离开过后的一个Vacuum 然后这个Vacuum 就是全部都是AMNO或者GPS 的Stronghold来的 所以这个真空现在由公正党去占据 然后可是这些比较保守的一些 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对不对 就行动党是一个负担来的 你明白吗 在这些地方呢 PKI要去的 以前Bersatu在的赢的地方 现在PKI要去呢 这些地方呢 行动党是他们一个负担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近两年不是 行动党 公正党的领袖 一直都会在迎合某一些人 尤其是武统 因为这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 然后很矛盾来说 就是DAP在这些地方呢 就是他们一个负担 他们会问 哎你是不是 如果没有DAP 他们的选择可能会更高的 就马六讲 你可以看到在一些比较 马来人比较多的地方呢 DAP其实是一个负担来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要不要的话 DAP是一个华人党嘛 然后在一个地方的话 巫统也是把DAP 成为一个基督教党 所以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负担 所以分不分裂呢 就很多人现在已经说 西门开始会有这个分裂 DAP会离开嘛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看敦马 下一步起 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 有个两只羊 过桥的故事吗 其实在我们 就其实三老月 我们也是看到 我们年轻人也是看到 对面的草原也是很绿的 就是问题下我们的桥 我们要过桥 然后桥上两只马 如果他们不让位的话 我们看到有多绿 我们也过不去吃不到草的 我们就在这边等吧 除非一个掉下桥 这样的话就是很被动一下 如果大家都不让的话 可能最终两败俱伤 两个人抖下去河流那一边 现在你要知道有三个 我们现在不只是会看见 有这个可能性 看见三角的战争 我们会看见四个角的 现在有个瓦里山刚刚upgrade去哥邦杀案了 对不对 对 首先我们有国阵 国盟 西盟 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盟 我先叫他马盟吧 我们看到党党 青年党 还有瓦里山 王一山是复兴党吗 对 明星党 他们叫明星党 对 明星党 所以三个加起来 我们有四个四角战 国阵 国盟 西盟 马盟 嗯 这个利益 你也知道是 Avantages在哪里 谁会赢 如果这个是没有没有解决的话 到时候我们 就像少爷这样 可能国阵赢93% 拿到十三分之十二的议席 嗯 啊 西盟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怎样去团结起来 我同意你刚才的这个分析 就是 呃 行 不是行动党 就是公正党在一些混合选区 他们会把行动党看成是一个他们的这个 这个 就是要甩 但是你又不能够甩掉 因为你甩掉的话 呃 是着鞋 对啊 所以 真的是 真的是有点无奈 如果说公正党 去靠向巫统的话 他也公正党可能本身也会流失很多的这个支持者 那么他没有办法offset掉哦 所以现在是 呃 他卡在 你要看啊 嗯 DAP 的话 他不需要panda 他不需要迎合任何一个人 他知道他的base 在哪里 嗯 他只需要做一样东西 可能他会保持他的那个 那个 因为他的base 是一个很unique 的base 华人 市区 嗯 呃 呃 比较有钱的人 那我会说 呃 M40 以上的 嗯 然后可是行动 呃 公正党的那个base 会比较diverse 嗯 所以他们要panda的人很多 progressive 那边也要做得好 可是同样呢 他们需要赢Bersad to the seat 那边是conservative 就是保守那边的 他们也做得好 因为他们 Amana 那边 不给力 如果Amana 给力的话 那些比较保守的话 可以交给Amana 跟PASS 去 去抢PASS 的 seat 可是又不能 かん 然后如果他不去呃 呃 不去feel 更多的candidate 呢 他又不能做大哥 你想一下下一集 如果是行动党的呃呃呃呃�呃呃ville的candidate比较多 然后赢的又比较多 然后为什么人家就会问 为什么公正党要做大哥呢 对啊 对啊 就很复杂 是 这个可能接下来你要去思考的 因为你科学党到底是 是不是跟所有人都可以做朋友 还是unfriend掉所有人 全部自己来 那要问晚明 还有问你怎么想 我们再办到另外一个的这个房 就专谈你的这个科学党 是很有意识 同时呢 也很有课题 很有一些point是可以让朋友们知道的 OK 回到来安华的这一个身上 那么安华在马六甲之后 虽然有人叫他下台 但是他讲说 这个是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一个责任都怪罪 在他的这个身上 那么现在沙周选也是输到越pull越low 那么也有出现一些 要他辞职的这个声音 那么你觉得安华或者是公正党 有没有其他的这些人选呢 这个问题其实每一次当安华被人家批评的时候 就会提出来说 公正党你们还有其他人吗 你们之前的number two 就是asmin现在已经是带了11个yb走掉了 那么你公正党还有什么东西啊 他真的还有什么东西吗 他不像行动党 行动党就算是林吉祥林 关于退下来之后 他还有终身带 就是有比如说 Tony Boy Anthony 这些还有一大群的这个终身带 但是公正党感觉上好像是没有了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观察对吗 你怎么看呢 对这个是因为你要观察着他们的 Election Strategy 你看一下公正党跟行动党的区别 行动党呢 如果比如说我们拿古镜来说 他们赢了一个地方 就觉得就可以safe seat了 他就会把那些大将 两年最多两年他叫这个大将走了 就林吉祥从 应该是从医保去了格兰巴达 Yobin从雪兰儿去到Rofo了 所以他已经赢了 把基础打好了 他叫我们走了 然后这些safe seat呢 是留给下一代比较年轻人 再去上位 所以行动党每次都是这样 你看现在Kevin E好了 他就走了 然后把他就去 去一些比较冒险的一些选区 然后他自己的 stronghold 就留给比较年轻这一代的人 可是在公正党是相反的 公正党是拿一个safe seat 去留给那一大将 你看你观察到吗 所以这个给他一级两节 就十年二十年的话 就产生一个没有下一代的去接班人了 so this is why 所以我们看到DAP有很多 我一个走了十个后面接着来 公正党就相反的 这样 我可以看到你说你用那句什么 群龙无首 对群龙无首是 我觉得三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某一个人 就群龙无首 我觉得有一点可怕 我三十四岁 我觉得很可怕 我这个国家 只有一个人能够去做当首相 别忘了安华现在 他的地位其实是很舒服的 可能有些网民听了 现在我这么说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想一下 他现在已经是反对党的领袖 没有领导人还是部长级 so我们做一个DOT experiment 如果他退下来的话 然后下一任 西蒙把这个领导人把西蒙搞得更好呢 你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 人家会怎么想呢 怎么看呢 对他来说你觉得他吞得了这口气吗 林静强就可以很大方的退下 他就不一样 所以现在台退下呢 他自己党中呢 我觉得啦 有更年轻的接班人也不少 你看说他的女儿 其实他女儿的秘书也不错的 我竟举几个例了 对不对 你看他女儿以前的秘书 现在也是MP 在半带股 人把半带发密 对 还有很多年轻人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问题就是说 他几次下台 他已经讲他应该是不会下台的 他的ultimate goal就是prime minister 所以还没有做到首相的话 他应该是不会这么快认输 他的性格是 那我们3000万人陪他吗 选民其实在马六甲跟在 在这个谁 在沙拉瓦的时候 都已经大概有表达了 他们内心的 新共党表达的很厉害啊 在伊盟在马六甲一输了过后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州的那个 州的Election Chief已经退下来了 那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Hint了 但是共产党可能没有 没有这种文化 也没有这个作风 有点可惜 我们回到来这一个PSB 就是杀团结党的课题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学者就认为说 随着阿邦旧大胜 然后公正党跟行动党都输掉很多 议席之下呢 他们就是沙拉瓦变成更加的 exclusive to 沙拉瓦旧 然后阿邦旧的这个地位就有一点像 阿诺就是像西马的阿诺就是一档独大 因为在过去呢 PPB它是没有竞选过半的议席 但是这一次它竞选47席 而且所有的议席都剩 当然很多都是拿像 马连岸的这一种的这个议席 乡村辱的这个area 都是包赢的那一种 这会不会让PPB继续的壮大 然后吃掉其他的这些政党呢 就有一点像巫统在西马的 就是这一种情况 你怎么看PPB壮大之后 不会 这个已经到近了 你别忘了在沙拉瓦呢 啊 啊 ok 我怕网民说racist 所以就分析来看啊 如果看demographic的话 是沙拉瓦是唯一个州 少数人 我觉得马来人 大部分不到20% 嗯 所以这边的多数民族呢 是达亚 嗯 是土株 可是土株呢 啊 可是啊 啊 啊 做 啊 做 嗯 empower的是 啊 马来人 嗯 所以PPB呢 就是代表这个马来人 然后他们有几个名誉上了 有几个大雅的那个 啊 领导人 其实也是只是名誉上罢了 所以大部分啊 所以大部分啊 whole power的还是马来人 所以他们现在啊很大胆的fuel了47个血 我觉得已经是很 嗯 已经是 嗯 over the limit了 嗯 现在他们也是很怕啊 达亚的那个 那个声音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保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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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io 所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 minority 嗯 他们是少数 然后他们需要啊这些PRS啊 PDB啊去呃就像以前国阵这样 嗯 我有MCA 我有MIC 所以我是一个很 你啊 很很很diverse的一个coalition 所以他们不会踏过那个线我觉得 嗯 这样啊这个PRS或者是PDP或者是SUPP 会不会是成为window dressing的一个摆设品呢 哈哈 不会啦 SUPP至少SUPP呃没有那么没有像MCA那么摆设品 就是啊SUPP有几个很大的portfolio啦 就像MCA以前这样啊就比如说啊 Dr.Sim啊也是一个很大的portfolio 就现在我知道有两个SUPP的seed已经给PPB吃掉 嗯 给GPS啊他们也是很不高兴 然后啊 啊 上一阶大选的话尤其是巴东岸的话 嗯 SUPP也是不赞同Vhong Singh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MM他的Candidacy 在巴东岸就是输给Badewan 江建仁那个 嗯 其实他不是SUPP NOTEED的候选人 SNP有两个候选人然后两个都被拒绝 然后是Abanjo放进去的Vhong Singh 那时候我还记得SUPP的ositives都 wid Exsimum ab survived byivas 没有去帮他campaign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大胆的这一次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会赢得很多 所以他们赶着 首先只是他们push那个envelope 他们会停在那边 再push的话我觉得会反效果 那么你觉得说PSP他接下来 就是黄顺葛跟他的党 接下来该如何去部署呢 因为他们只有四个一席而已 然后四个一席当中 三个呢是比较强的 就是Barubian 然后十字豪 还有黄顺葛本身 那么他们能够怎样继续的走下去 这里就有网民提到说 会不会PSP会不会出现泡沫化的 这个情况呢 这是MHD HMMD的这个问题 PSP接下来会不会泡沫化 你觉得呢 PSP呢其实呢也是他们target也是 别忘了他的目标不只是在州 其实是在国议会 如果在国议会 你要知道在 在一定是2016年 阿迪南当首相的时候 当州长的时候 他是SUPP分裂出来的UPP 那时候王顺科还有UPP是跟国阵是非常友好的伙伴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那时候 萨老月 PSP是谁资助的 如果他这一次 上一周如果是赢了不少的话 比如说有12 13的话 很多人都觉得PSP会跟GPS 成立政府就有合作 对很多人都在这么想 可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他们会做什么 因为可能只有那几席吧 GPS也不需要他们 所以我觉得他们最终的目的也是会在 国议会那边要迎娶几个 然后成为一个third force 就你看我们近两年的话 就是真的是差几票罢了 就是在谁当首相 是差一两票罢了 跳来跳去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要那几个MP 所以可以成为一个筹码 所以我觉得就算在国议会的话 他们跟PN或者BN合作的机会也是很高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萨老月很担心的 就是我们要选他们的时候 他们如果购习的话 会不会背叛我们 除非西蒙或者行动党 大选之前跟PSB有个协议吧 如果没有的话 大选的时候避免不了三角战四角战 后果也会是一样 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聊的 分裂反对票 最后得力的还是会是自政党 那么现在阿邦旧他已经是大胜 然后组织新的内阁当然还没有出来 那么你对这个内阁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你会不会认为说 Dr. Sim就是SUPP的主席省贵贤 他有有可能拿回这个DCM Deputy Chief Minister 因为之前陈康南就是George George Chan 他曾经是副首席部长 但是因为2011年跟2016年的这个 SUPP的成绩是差强人力 所以就没有了这个DCM的这个Pulse 那么现在SUPP从原本的这个 7席哪多60变成13席 算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成绩 而且他的这个1席呢 是排在No.2 就是PPB之后接下来就到他 然后才到这个PRS 你认为他们是不是有这个 底气有这个条件 跟Avangio讲 Avangio CM 我要这个副首席部长 这个不是他讲要不要 我觉得现在我们在 现在你在咖啡店已经听到了 他们投给他们那时候 campaign的时候也是讲了 很多人都讲如果他赢了 我们要有一个华人的DCM 不只要一个华人DCM 也要一个华人的finance minister 所以我觉得 It won't be surprising 多几天cabinet list出来 我们稍微的cabinet list SUPP会至少有一个DCM 或者一个finance minister 第二个finance minister 我们这里的practice还是一样 Chief minister也是finance minister 1 不知前 自己人cut pine 取消息 Ernisco 对 以前他 Bernie Jos Tuan是finance minister 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 finance minister 2 是因为老红马开启了个很不好 然后南就开启了很不好的 ini 一个闲利 所以才有 其实也不需要 第二财政部长 不过你觉得说 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 以前为了 为了要 要Place the Daya 的时候 你看现在 Douglas Uga 我们的 我们的DCM 也是Finance Minister 所以你会看到 一个SUPP的DCM 还有FM 2 所以他可以 自己提供 自己批评 他们自己的 SUPP的Project 哦 OK 这也是 非常特别 OK 那么 还有 还有一道问题 就是 结束之前 再看看 就是说 你觉得说 现在 沙拉越州选举 他这一个成绩 对全国 会有 什么样的 这个影响呢 会不会加快 全国大选 还是说 应该不会加快 全国大选 因为全国大选 全国的局势 跟沙拉越州的局势 不同 而且全国的话 你也要看 我们也要看 这个 Ismael Sabri 还有看 巫统的 这一些 pressure group 如何去 去 去向 Ismael Sabri 施压 你觉得说 有什么样的影响 沙拉越州选举对全国 其实 国阵已经说了 要跟 就拿我们 要replicate 沙拉越的 的success 就是我们选举 的success 如果沙拉越能够赢得 这么光彩的话 所以 下一次大选 沙拉越 就是那33个seed 也是成为一个fixed deposit 也要同样用一样的recipe 在三月之前 自动选民登记 起作用之前 还有文迪拉班 在三月或者二月五月的时候 进行大选 可是突然间 来一个black swine 就是水灾 可能这个水灾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他们不敢先不敢大选 就因为他们刚刚好那时候 水灾的时候 那个败流礼拜呢 其实是Bersatu在seed negotiation的时候 嗯 就那时候我觉得 Mohidine有讲 要focus on seed negotiation 然后那时候他们的反应 还有他们的那个 response 其实是很 在很多人的眼中 是一个很差的 很多人死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水灾 是一个他们意料外里面的 可能大选没有那么早 可是我只能猜罢了 可能他们真的很怕 他们要replicate 这次的那个success 在Salao的success 我觉得会2月3月 就是如果你去问公正党的人呢 他们也是prepare 在2月还有3月头的时候 大选的 这里的在Salao 很多西门的那些component party 其实 Election campaign 周选的campaign过后 他们也是不是直接 关掉停下来的 他们的东西还放在 一边说多几个月回来 再用过 OK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 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谈 你的这个science 你的这个科学党 那么现在 不说不说我吗 这次 一点点 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来聊一聊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朋友 有提这个问题 OK 你的党现在 什么status的 就是要登记 我们能够跟卢卢 现在如果你log in 去ros的话 我们是过了全部关的 那些什么钱啊 bankruptcy啊 有没有欠政府钱啊 有没有 欠钱没还 坐牢 被输 bankruptcy 全部过了那些 我们也全部 全部是做到美美 然后最后一个完就是 我们能部 葛罗路山 靠々 就等 应该是 小コ OK 那么来届大选的时候 你们大概大概会竞选 会上证多少个席 呃有什么初步的这个想法 谁会是你的朋友 这个我觉得留给 nomination过后我们再上来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 resources 我们的 resources 真的是没有 就是我们跟其他的党一样 我们没有DATOCK 没有YB 没有Business Tycoon 然后在我们的 Constitution 里面呢 如果你要捐的话 最高也是你能捐 169 块 所以我们真正的 为什么是 169 块 这样聆听的 不是 170 块 200 块 那个网民 网民会跟你讲为什么 然后我觉得 是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 disruption 不一样的政治了 就是说每一次过你看政治呢 都是被很多生意人物啊 被 Tycoon 去控制 就每一个 YB 都会有他自己的 funder 就给了几百千啊 这没有东西是免费的嘛 你做了你 download YB 过后 你就知道他们会来跟你要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在敢敢的在我们 Constitution 里面放 我们是不能拿你们的太多钱的 就一个人最多也只能给 169 块 然后你要 join 的话也是很高 如果你要 join Muda 现在应该是 10 块吧 行动党也是 10 块 我们的是很高的就是 69 一年一次 或者一升 169 块 这样如果那个人他真的是 subscribe to science 的这个 idea subscribe to 你们的这个理念 他每一天都给 169 块咯 一天 169 块 不能不能不能在 Constitution 是一次 campaign 只能讨一次 一次 campaign 只能讨一次 对这个是如果你真的是每次这样给的话 到时候 audit的话 election commission audit 的话 他也会去看为什么这个人给了那么多 你也麻烦我也麻烦 这个是 create barrier preventing 我们到时候如果我们赢 或者我们输了 真的给我们赢的话 我们不需要像一个某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去交代 我们要交代就是我们的选民 好 我们节目已经来到了这个尾声 非常谢谢 Kenneth 谢谢你的这个一小时的这个分享 然后呢 你来吉隆坡的时候 我们在安排时间 请你上studio 然后就问你的这个科学党 就是 Party Aspiracy Science Malaysia 非常谢谢你 Kenneth 嗯 不客气 人到中年真的不能不认老啊 只要长时间做着工作 就容易腰酸肺痛 肩膀酸痛 然后颈椎痛 不然呢 就是压力大到失眠 真是不好过 不过 馆长最近用了这一款 IONIC PLUS 爱迎人生保健贴之后 这些情况还真的是有所改善不少 这样一张小小张的一片 其实它有24种功效 堪称是血管的救星 如果你有血气不通 湿气重 皮肤敏感等等问题 可以试试看这一款 100%从韩国进口的保健贴 它采用4种天然珍贵的成分 没有化学添加物 任何群体都可以安全使用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 资讯栏有相关的详情